我估计各位看标题应该能明白我要说什么 4K,H265,10bit,HDR 这种的电影文件一般都很大 50到100的级别 如果想要正常顺利的去播放这些高码率高压缩比的大文件 一般的老电脑和默认的软件是不行的 它需要一些特殊的硬件和软件的支持才可以 那这个视频就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用Windows10用显卡的硬解播放4K,H265,HDR的蓝光电影 而且用的都是免费的解决方案 我估计这个视频有点长 会分成几集 各位慢慢看都是干货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第一笔 首先说一下 这个视频里面有三个是不做的 第一 我不提供完整的软件打包 因为网上有很多万能播放器的压缩包 视频中介绍的软件播放器 还有编码器 我会在视频中提供它的官方链接地址 各位自行下载安装设置 这些软件都是免费的 第二 不提供狼光天元的获取方式 第三 我没有使用MAD VR 因为感觉那个有点麻烦 还有一个 在这个视频中 我没有涉及到帧率翻倍 如何播放60帧的电影 这个模块被我拿掉了 60帧电影开始看着还挺新鲜 但是看了几个就觉得不是很舒服 还是24帧的比较原汁原味 好 下面就是开始 首先需要一个播放器 这个播放器叫 podplayer.tv 这是它的网址 从它的网站下载64位的 如果你的电脑是32位的 那就下32位的 同时它还支持XP Vicita 7 8 8.1 Windows 11我没试过 这是软件的播放器 这个安装也比较简单 会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软件 它默认不支持HRD5研码 我们在日常使用过程中 碰到的绝大部分视频 都是H264的编码 是不需要看这个视频的 只需要加这个软件 直接打开就能播放 这个视频的主题是H265加HDR 这两个东西 在这个软件默认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说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和这个视频仅供测试使用 这有一大堆信息 按键盘的左侧的table键 就能看见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我们看一下 解读一下 第一行是文件名 这个HEVC就是H265 现在用的是Windows 10 21H2 这有一个CPU 还有一个GPU 这是我已经设置好的状态 我们再播放一下 看看CPU和GPU的占用率 CPU占用很少 因为这次播放 没有用到CPU只是GPU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任务管理器 任务管理器我们切换到GPU 就是显卡 刚才在播放的时候 3D用了一些 然后这个视频解码器用了一部分 那说明我现在这个RX560 它足以应对4K 10bit HDR的视频播放 这是没问题的 而且占用不到50% CPU基本上也就是这么多